阿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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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佛妻 已经进入了这第三天 一般 假如我们能够在 精进用功 进入到第三天 那个整个心境是会开始转变 他心境开始转变 会感受到内心的这份灵境 尤其我们对三个一群人共建认 这是令和人 都能够代替的令和人 我们所谓去天皇 是浅测了解的说 在这个世间 谁也代替不了谁 我们的生脑病死 我们要面对各方面的生活 各方面的生活 各方面的事情 都要自己去承担 尤其 我们的营格 我们的减贬 都必须自己生肯 谁也代替不了谁 这也就是福德的祖宾 你留下到质度的营运 就是减脱犯网 留下让一切众生 可以有得度的因缘力量 就是减脱犯网 我们都在说 我们都在说 营格 严厉 这是什么人 我国家贷得 我们过去做什么人 这些在什么国 我们这些做什么人 来生在什么国 这都是营格分明 任何人说我国家贷得 严厉 其中 这些贷得 有合作 生贷和亡贷 那么我们是 生来人设定 这些贷得 贷得 贷得 除了有贵去世 也有 无留贷以前 那么我们很早 在用东西 我们要成就 是我们的善业 我们要成就 是我们的善缘 我们的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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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权业 有权业 有天道 人道 阿修阿 茶丹阿 美国心 这就是 权业 有权业 有权 有权 有权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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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罕 恩贾 佛山 一几分 跟塑形 加起来跟这十法界 这个法界众生当中都是有我们的心 所以在这个讲练最大的源头 就是我们的心 那意识 那意识心 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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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 晨 智 您的智慧 才可以打开 假如你一代的意识分别 那你就会说六道轮回之苦 为什么我们都一直没有办法跳脱六道的思维 一直在天道 人道 阿修罗 地狱 恶鬼出生 因为我们的念力 没有全然的去接受佛所教导我们的 发愿 臣佛 因此佛陀开导的一个法文 三十七道品当中有谈到五根 五力 摸彬 摸彬 五根 五力呢就是信 敬 念 定 慧 你又深信 佛所书理法 尤其这个 净土法文 念佛 念佛有所谓的 识相念佛 观想念佛 跟慈离念佛 这是众生根据不同 而有所差别 那识相念佛 观想念佛 乃至到慈离念佛 我们现在 就大部分的都依慈离念佛来修行 要识相念佛 识相无相 这是一种 非常上根弃者而修 非一般人所可以达到 他的识相念佛 是他非常清楚 活着在心中 活着在心中无法记 心佛经佛 解释佛 心佛经佛 经佛 心佛经佛 心佛经佛 都是得识 所以我们现在 在念佛的时候 就是要把我们内在的这个意识分别心把它打掉 把它断除 把它远离 所以 这识相念佛 对现在 绝大部分的人的根气 是极为困难 不容易修 修行的法门条件 我们现在 很难具足 第一个 识相念佛 要远离一切的杂物 远离所有的杂物 远离所有的杂物 这样的一个条件 就是所谓的习诸原路 习就只习停止 诸就是一切 停止一切的 外源 跟生活上所需的杂物 他除了 他除了 休息 时间以外 就是一直在定中 念佛 别无杂事 他除了吃饭穿一睡觉 念佛也不散乱 还是在休息 这叫死相念佛 我们现在 条件太好了 外源太多了 繁杂的事情也太多了 要放下所有的一切 但是 开始对我们进行 在人家这些事 我们来说 都毁小的困难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第二 之后 又开展了所谓的观想 念佛 就这样我们这个 世尊 对一切众生所开释的使用观金 就观如亮寿金 从日落观 去观极乐世界的庄园 那等等 一切到上品上升 到中品到下品 都是观想念佛 但它也要有定义 也真的不容易 也真的不容易 那现在 大概 就是以 慈离念佛 念阿弥陀佛的圣号 念阿弥陀佛的 功德 所以慈离念佛 就是要透过念佛的生命 打掉了 我们的妄想杂乃 所以我们的身心佛所教导我们的法 这就是 通话 是要赌我们的一种心 可以跳一顶 这个怀劳 心 静 精静 不懈怠 念 这意念不忘 意念不忘 怎样意念不忘 控制好你自己 管理好你自己的意识 不要散乱 不请称心 不请鼻子心 也不请贪心 不请 尤其 念 要享受的是称慧 怒心 称怒 不请 对一切的逆境 对一切的考验 都能够 保持 在宁静的智慧当中 然后这个 意念不忘的心 成就了 就能够到当地 这顶劳 就要想到外界 影响 对 然后就产生了 智慧解脱的力量 那么这五根五粒 根就是生长 粒就是作用 好 那今天那一回 聊开情识 那到底要怎么转变 我们到底如何的转变 我们的心 信念在佛 跟信念在众生 他的心 要关照 我们的心 信念在佛 是依佛之愿力 依佛之功德 而修行 心信念在众生 是依菩提心 要度众生灵魂 但度众生灵魂 到底怎么度 你要先度你内在的众生 我们内在众生 有诚心 有嫉妒心 有无名 有贪爱 等等一切 我们哪一切 我们哪一切 我们内在的众生 我们内在的众生 但是说我们内在的众生 这个众生 是依佛的众生 没办法众生 你只是向我 去追求到 命中 追求到利用 也没有办法真正 得到 所谓的解构跟自在 比我们现在 近年来 这大概十几年来 各同的教派 各种不同的修行法 那这些在网络时代 都教导我们修什么法 念什么做 教导我们怎么用功 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福报利益 师父必须告诉我们各位 一切的法门 若只停留在修福报 得到利益 你就是要不得三次来 你就是心在六道 正年有一天你的 宗教官官 你一定是在六道 跳不出三次 比如说我们来祈祥 来活用我众生 我众生理好地狼 这个提起来是对的 但是你的心是希望你 众生离苦 跟你自己依佛之便利 来度众生 还是你的心子想说众生离苦 我有福报 那观念就不同了 作用不敢 利益就不敢 有个人说我们要度众生意 不要 他会得到什么福报 他会得到什么价值 这都是侧王的习惯 一定偏离 受人 应该要坚持 万神愚度众生 愿成佛度众生 根本价值 所以我们要成佛度众生是要把你写内在的烦恼 内在的贪生吃 要先我倒来给他访 要先我倒来给他访 所以我们在念我的时候 念佛就是 当愿自己成佛 当愿自己成佛 念佛的时候 你希望自己能够在 修行的过程当中 不忘初心 思维对于这段时间是最大的 解决功 法国大师要发大师 就不计较 这就是念佛 发心 发心有道德 发心有代价 你就不计较 这就是佛心 你要计较 要有千分的时候 有种种 比较的时候 你的内心是烦恼 你的内心是痛苦 因为你在三个人 跳不上 不计较 我们记得 受尽力险 受尽力 包括我们知道 我们很在地上 念佛 早上念佛 这要有很大的 念佛 的功夫 你够拆掉 你够拆掉 有了你叫他拆掉 他在心坡口跑车 他在心坡口跑车 他也知道念佛感觉好 他也知道念佛共同感觉好 也知道念佛 他拆掉 他拆掉 可惜他就拆掉 他就外形 他觉得 很无聊 他觉得念佛很无聊 他觉得念佛很怕生气 转转一下 这就是外形 这种人的思念 是没有办法拿到 解脱 福报 也不可能成长 所以修忍辱 不要有怨言 基本上就是让我们在 修行的过程里面 达到智慧 再来 用智慧 就不要有情绪 我当时你生活当中 会有很多的境界来考验着你 看看你的情绪的起伏 這個就是要考驗著用智慧 還是用情緒 這個佛陀時代佛陀人弟子叫舌利弗 這下禮婚啊 他當時是這個阿羅漢 當他聽到聖春說他能夠行婚發光臺心發光臺心 他就想說好 我也要來發心行菩薩道 他就說他也要發心向菩薩道 當然說他要發心向菩薩道的時候 當時的天靈這菩薩所信 那既然舌利弗發心要行菩薩道 那我就來成就他 我就來考驗著他 這個天冷的 就實現了一個好主 做一好一個小孩 那麼就流冰了 這樣罵罵好 靠得很相信 這下禮婚經過的時候 他一看來這個境界 他心看來就成功 我剛才發心向菩薩道 都有機會 討好我來成功 那我應該要去成就嗎 神力我就向前去問了這一位 這位好主的他們說 神男主啊 你是什麼他們 靠得這麼小心 靠得這麼病 你說我媽媽生病了 病得很嚴重 醫生說 一定要找到 一個修行人 用他的白痴來做療癌 這樣要完全來治療到他媽媽的病情 同時的神力又一心就說 咦 我就是一個修行人 我也是有眼睛啊 既然求的剛好我來報師 像菩薩道 神力會 沒有任何的妄念跟雜想 心想要能夠承受眾生 依菩提心 他就把他的著眼 他把他的著眼睛抹起來 抹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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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好主 這樣呢 這樣做你的眼睛啊 你會當 肯定做有一個 治療媽媽的病 這個夏女婚呢 就這樣發生 結果這個好主 腰還在抹 夏女婚就說 我第一間 補師 倒你的眼睛給你了 你為什麼要靠我這麼熟悉 他說 你當做這件事 我就要不說完 醫生有特別交代 一定要吃你了 要吃你的眼睛作用 他吃得好 夏女婚 我來自信 我倒你給你 我吃你要有空 我來吃你又給你 我就沒空 你為什麼 這時侮是很大的科學 夏女婚想發了一生 既然要用菩薩道 既然要生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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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夠上毒 不能夠有萬陽 不能夠有精術 他要把他的幼兒給挖下來 因為這個善男子 不去當藥癮治療他媽媽的病 當時的這個善男主 拿著兩瓶眼睛 又要拼了他拼拼了 說 怎麼受到人的眼睛這麼臭 這弄得到我媽媽的病 又把他拼了 跑車還要拼在肚子 還要把他拼拼了 夏女婚的心事 爛在那裡 但是他將來沒有萬陽 那個時候 菩薩跟這個天林 就現出於我 來是菩薩的見解 那個時候夏女婚的心事 站在邊界 沒有任何的情緒 菩薩呢 就跟哲立佛說 你的菩提心是堅定的 你成佛的力量 是值得肯定的 依此菩提心 並能成佛度眾生 恭喜夏女婚的菩提心 就在那樣的一個見解之下 而真正的成就 講這個公案啊 我相信大家也聽過好幾次 但是要告訴各位的一個重要的觀念 有境界來考驗著我們 才能看得到你真正的成長 才可以看到你真正的成就 才可以看到你真正的智慧 假如當時的舍利佛沒有了這個善男子的考驗 誰知道他的菩提心是堅定的 我們的修行一樣 在生我當中沒有任何的逆境來 刺激著我們 來考驗著我們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要如何的知道 你的道心 是堅定的 唸佛一樣 唸佛一樣 兩位就這麼單純 一句佛號唸到底 直至成果中不對勢 要歷經著很大的考驗 但這個考驗是鬼 可以帶來我們 生生世世的福報 跳脫三線 得身禁止 我們要轉世成智 把智慧給打開 我們別人來參加 這個法會 既然參加了法會 就要參加法會之後所成長的智慧 能夠一句佛號唸到底 能夠透過佛號的音聲當中 讓你的心 不再對外攀遠 有時候你們在聊天的時候 有很多見解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還要來找麻煩 那是在照你的狀況 你不要去到他街角到他情緒 你是不是要感到 他跟你 哭嚇 笑你一次合唱 正中你一次的地 你應該感到他 你不能跟他 起情緒心跟他大小聲 跟他憋惑 你再跟他憋惑 你會再加一遍 你只會更痛苦 你絕對不會更解脫更自在 當你在更用功的時候 反而更多人來考驗著你 你更應該感到一切的境界 來成就你的菩提心 以此觀念 我相信 人人皆可成佛 以此用功的方法 菩提道可成 菩提道可成 不能在 這個蘇佛世界 某個在這個蘇佛世界 這是苦 這是煩惱 讓我們好好 他不做 不得逝 就把他告了 我去挑戰 就是三百多五的機會 到基督世界 到佛國世界 來莊嚴我們的 自信 到佛國世界 來成就我們的佛地道 祝福 人人 都不想要 人人 人人 人人